各位漫迷朋友好 又是我Candy 雷文 跟大家吃一下馬場花生 看看有沒有騎煉訪問 速報速報 拆解一下星期日大賽日的局勢 講到我們國能哥哥 一家六口的國能哥哥 肩膀上的負擔不輕 一個人要六口 每個口都要吃飯 國能上季說到現在都不夠錢 不過你是Iron Man 大把馬房射著你 近來的線路更加踏得出色 告冬妮、蔡若翰 現在連文家糧 都不斷有些馬給他 國能剛剛再加上 和告冬妮和方家柏 也有贏馬 憑著這隻陽光戰區 夠不夠冷 好不好味 告仔那天就贏了三場 方家柏快步速 都叫做懶 初來菊草就搏馬 總之 告冬妮、方家柏那些 好像加加阿麻麻 都贏了五場 國能在其中 也是肩負重任 其實在11月 國能已經立了五場頭馬 不怕家人沒有錢 開飯 首風已經比較順 講講國能星期日的座騎 國能也有賭咪 他說現在多了一點支持 他說星期日有七匹座騎 不如聽聽國能認為 什麼馬他覺得 機會比較好一點 國能就賭了這隻 有些孖字的馬 就是關乎這隻美麗多多 淺次 就贏馬 上次 國能騎 就騎了電子群英 最後 就串回 什麼叫做馬場效益 最大化呢 國能 莫雷拉 跟著文家梁 這些呢 蔡若翰就在發揮得最出色 效益最大化 你以為我不選他不行 不如呢 兩隻DOOFIT 一起搏 看看可不可以 拿多些賠率回來 結果 今天國能呢 有空 把屁股 放回去 九場三班 千四 這隻美麗多多 那裡 很難說的 有時候屁股只有一個 但是那些屁股一啟 就不是那些橙的一啟一啟 可以擦開的 屁股擦不開的 國能就說 蔡若翰馬房那隻美麗多多 今季呢 就踏入了四歲 他說呢 其實比之前更加準成 在這一季裏面 上陣三次 得到一個冠軍 兩個亞軍 其實前一劑呢 才贏了這隻叫聲雲明雀 那一劑就是國能親自 就搞定了 今天星期日呢 他再拍這隻美麗多多 他說美麗多多今季誠實 現在呢 就更加確立了他最佳的跑法 上季這隻馬呢 又前又後 又漏閘 又車前到後 九十幾範 今季呢 就說他已經是長期表現穩定了 他說前一劑贏馬當然是出色 他們不是離騎的嘛 當然是出色 他說上次雖然是屈居亞軍 但是本身走勢呢 還有替速所做的時間呢 都是好的 當然是好 串回電子群櫻 有什麼不好啊 那些錢都打到戶口 帽子 揹著肚腩仔 他說 星期日 美麗多多 繼續在三班 跑回千四米 他說 再加上什麼 一二六磅 其實對美麗多多 都不算是重的 希望這一場 是有些步速在前面走下的話 令到步速比較正常的 可以令到美麗多多 以最好的後上跑法去爭勝 郭倫都說 希望有步速 不知道他有沒有讀過排位 不過雷文就讀了這場馬 線路就是不單純的 美麗是有兩隻 不過美麗笑容呢 大家都美麗是 可以放得快 回來 幾遲才斷 這隻會不會做步速啊 當然不敢說 美麗是 可以放前 一隻追 不過這隻美麗笑容 也未必一定會放前 留著追 也可以 這場馬 也有幾多馬 是1200 跑來1400 再加上 偉達接手阿摩的標準頭王 也是屬於一隻擺前置的馬 至於方家柏的星雲明雀 也有可能擺前一點 好像有些千二馬 甚至乎初出馬的電訊奔炮 獸神 還有一隻電訊巴打 再加上 還有一隻上次在快活谷都擺前的青蛙王子 究竟會不會有一個正常的步速 與國能所願 相信 都會有些馬走 看看到時候 會不會好像今季一樣 有些超慢步速 弄到一堆馬在塞車 這紙真的不想 因為這紙也有在深水片放這隻美麗多多 看看這隻美麗多多 今季跑商三場賽事 其實季初落地第一場由拉肅拆騎 都是一個很後上的跑法 但是那一場是快步速 是利後上的 他可以追得到 但是又給了一隻 線路勇俱 剛剛湯了他四分三馬 後面的二話不說 那天雷文也有介紹 二十幾倍 都跑到第三回 二話不說 再出兩場 都是有表現的 後面的尊一 威力飛池 都是交到不錯的表現 還有那場馬 為什麼那場放頭這麼快 因為有隻贏多多 要蓋住那隻二話不說 那隻二話不說 有些遮擋 當然是好跑一點 搞到那些轉飛龍 全民皆知都斷到沒有雷公那麼遠 你有沒有見過 全民皆知輸十幾個馬位 都比較少 但是那場就輸了十幾個馬位 然後全民皆知那場 再去快活谷 也是跑進來 可以印證到 美麗多多 頭那場 他是賺了快步速 而跑到第二 但是第二場的美麗多多 即是角林 撥咪說他自己 贏到星雲名雀 那場 就是一個第二段 比較慢的步速 連續第三 第四段 這場 還要踏快 這隻美麗多多 恐一聲就贏到星雲名雀 同場 今天會一起跑的標準猴王 甚至乎 後面的陸上飛池 上場 轉去快活谷 其實都輸不遠 和他後面 塞車的健康在望 再出都有些表現 美麗多多 那天角林有出色的表現 第二段 以一個慢步速 他亦都交到表現 上場 角林的屁股 沒有時間 騎就換了巴道哥哥 最後就串回 那隻電子群星 又是角林騎 那條Q應該都幾好分 為什麼 電子群星有15倍 美麗多多角林騎 都有4點幾倍 不如角林找到 高東尼加應精彩 跑第三 蔡玉漢找那些幸福傳奇 又跑第四 總之就是好像有些相關的 那今次這隻美麗多多上場 角林騎跑第二 看看角林今天 跑回美麗多多 又會怎樣 角林說有些步速 又會對他好些 剛才雷文也數過 有些千二過來的 又有 上場用快步速走的 又有 再加上有隻美麗笑容 好像那些什麼 青蛙王子 我猜標準猴王這些 星雲名雀 都不會擺得後 看看可不可以 如角林所願 就有快步速 將步速大快一點 你這隻美麗多多 現在確立到跑法 就看看這隻美麗多多 可不可以從後趕上 好運寶寶寶寶 角林這隻好運寶寶 其實有時候馬場的東西 真的有這麼巧 上次前一次這隻好運寶寶 猶惑角林騎 就跑過第二回來的 這隻好運寶寶 自從回到1400之後 有時候賺點步速 連續兩場 1400都可以跑到第三 第二 兩場都角林騎 但是上一場 突然間角林又沒有空騎他了 然後轉去田泰安騎 其實田泰安騎高東來的馬 也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角林那天騎了什麼馬 角林那天騎了什麼馬 角林那天騎了方家帕那隻快步速 上場在Layman Live 也說 這隻快步速就是上場 塞車裡面 因為是超慢步速 塞車裡面是塞得最嚴重的那隻 那一場慢步速 塞了馬回來的馬 有什麼馬可以繼續交到表演呢 有快步速又贏了馬 三元迷路孔一聲又贏了馬 甚至乎是連連行運 再出都差點爆入去 披屎 至於放在前面走的外檔 的鑽式名駝 也都再出 撿回一個漂亮檔 都贏到馬 角林那天就要掛著 快步速 塞車輸條頸回來 爆不到14倍 接著角林快步速就贏了馬 這次角林的屁股 又放在好運寶寶 即是騎了一點就好運寶寶 出自高東尼馬房的好運寶寶 上次田泰鞍 有點滋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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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的 這次角林的屁股 這次角林的屁股 角林哥哥說 這隻好運寶寶 仍然有可爭之道 上次好運寶寶 上不了名 其實輸都不是輸得遠 表現其實是合格有餘的 憑著他自己上季至今季的經驗去分析 他說他稍後就會完全成熟 反轉來說 現在還未完全成熟 他說到時候可能會跑中距離 才是最適合這隻好運寶寶的 不過跑馬呢 就說現在這個階段 講以後 他說現在這個階段 仍然都是跑1400米 就比較好的 角林就是這樣說的 他說好運寶寶 今季已經先後出了五次賽 估計慢慢向著大勇的階段去進發 這次再跑1400米 是應該有條件 角林認為是可以走入前列的 甚至乎可以贏出頭馬 這樣說的 這隻好運寶寶 上次輸了給同場 賺了步速的那隻是必非非 今天又同場 這隻是必非非都是在 這隻好運寶寶 都是屬於一隻守住下位 比較主動一點點 咬好位的跑法 但是同場今天跑馬跑對手的話 也有不少跑得好的馬 好像三生好運 聖賢 有得精彩 火旺聖馬 甚至乎是必非非 這些 還有那隻叫做 生生勝勝 喜多樂這些 亦都是對上一場 落敗 或者跑得好 跑得近的馬 都是有很多的 這場馬也有不少 也是由1200米走來1400米跑的馬 相信也有些馬走 這隻好運寶寶上場 其實真的 可以說是有些意外 輸不到兩個馬 賽後報告說 這隻好運寶寶 直路難以望空 不能力拆 還未能全力思維 其實這隻馬 上次田坦安 只不過是第一次騎 反而 國能 騎這隻好運寶寶 拿到一個win 一個第二 一個第三 落地 只有一場 就是1200米 這次好運寶寶 可以說 就是 配在香港最好的配搭 就是國能哥哥 這場馬 對手也是不少 看看他做得到一個好地方 對手也不支 needed 到底是沒有失車的慢步速 看看他到了就會有些閨 Tack 有些什麼表現 國能 十分指 Today 這場鞍菲 不只出將這場馬 不如出將這場馬 為大家 讓這場馬 與大家聽聽 讓他聽聽 關乎 下一個馬 舞 上季也是俗為加入一場 準乘下馬 跑田草1200米,這隻莫浪球是拿到2個第3、2個第2 落敗只有一次,跑5次這個路程,2個第2、2個第3一次落敗 這次郭倫已經很久沒有騎這隻莫浪球 其實郭倫哥哥騎一次就是贏一次,那時候是1400米 郭倫贏完之後就沒有再尖守這隻莫浪球 這隻馬就在2班、3班那裡跑 上場這隻莫浪球季內初出就跑了一場快活谷的千二 之前一直都在沙田賺吃,但上場就突然跑到谷草那裡賺吃 回來後就跑第9輸了5個馬位 今天經過一場之後就跑他田草比較耍家的1200米 雖然贏馬是1400,但1200也是拿到很好的成績 跑了10場2班1200米這隻莫浪球 但今天撿了11當,相信是比較難發揮的 聽聽郭倫怎樣打咪這隻高東尼的莫浪球 他說上次九優復出,再加上跑谷草的短途 所以根本都發揮不到他應有的實力 他說預期這隻馬熱身之後 這次就會以更好的狀態去迎戰 但是騎者又說 莫浪球這次跑回來田草千二 郭倫好像真的有看過牌位表 他說對手有很多惡馬 他說本身表現如果有進步的話 莫浪球仍然有機會走進去前面的位置 這次可能會放棄這場馬 因為莫浪球的馬 每隻都好像有可取之處 叫做挖得死的馬 真的挖到兩隻左右 兩三隻 所以這場馬 加州雷電和馬房 近這六場都沒有掉過 三圈三圈 那些名進之聲 曾經交過一番好好的成績 這場馬線路複雜 那些高東尼加州雷電 莫浪球 呂建威又勝利風範 跟著又好好學習 有很多馬房都打兩隻馬 一起上陣 蔡若翰又美麗掌聲 名進之聲 看看郭倫這一隻莫浪球 到時有什麼表現 今天和大家吃的馬場花生 和騎煉波麥就講到這裡 各位可以去支持一下雷文 有時間的話 那些廣告覺得吸引的 就可以按進去看看廣告 對雷文的頻道的支持 另外就等於 支持雷文繼續 為大家報導一些賽馬的資訊 另外 新朋友有些加入了小弟 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的雷文 在這裡多謝 當然是更多謝一些舊朋友 一直在不斷支持雷文會員月費計劃 報名完機 相信沒多久就會繼續奉上 另外 無論是新舊會員也好 如果覺得雷文提供賽馬 提供賽馬資訊是好的 如果情況可以的話 希望多些朋友可以加入 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如果已經加入了 希望能力負擔到 可以考慮升級 對雷文實質行動支持 謝謝大家 拜拜